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魏老師 李宗盛 各位師兄師姐 大家好 我是三月份的時候 經由朋友的介紹 知道有唐生學 然後我就去士林 在吳慧珍老師那邊 讓吳老師幫我調整 那個時候我的手臂是已經痛了好幾個月 該貼的該插的都插過了 但是他還是痛 那我剛剛去吳老師那邊 第一天我就看著那個吳老師 他那個時候不太好 因為他我後來知道他才剛受傷不久 他寬光潔受傷 他拿著助勤器 然後他還是很認真的 因為我都很早就去了 然後那個其他的師兄師姐還沒有來 所以老師他還是會這樣子 他行動其實很慢 但是他還是很熱心 他今天有愛心的就過來幫我調整 結果他連揍都揍得不太舒服 可是經過這幾天來 我們吳老師他現在精神很好 而且他的心動自如 我剛剛一天還跟他說 哇你真的神采奕奕 我覺得他就是 我們吳老師就是 深選一個很好的見證 那我的手臂 我就這樣子再調整這樣調整 然後事業縫參加3D3期 就這樣子 然後上完了 我在家裡會靜坐 然後我會替調整這樣調整 然後什麼時候我的手好了 我就知道 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好了 你看他 後來他就說 然後我剛剛開始去的時候 其實我做的我就 我會氣動 就是會一直滑 其實在那邊的師兄師姐都 大家都說看著我在那邊滑 就是一直滑 不是晃得很嚴重 但是很明顯的就是一直晃 那我知道我在40幾歲的時候 我連繫兩年 有一次我下階梯的時候 我疊坐下去 有一次是我在年中 在大掃除的時候 在清理我的那個門的時候 我站在一個藤底 鹽形的藤底 然後那下面有那種塑膠的 有那個就是這樣子 他其實就是很滑 但是我不知道 我整個人站上去 用力的在插我的門 結果那個椅子就這樣噴出去 我整個就跌了下去 那那個時候我40幾歲 還經得起摔 但是因為我在想 那個應該是 我後來會這麼晃 還有我常常會這裡痛 那裡痛 然後我如果去檢查 都沒有問題 就是那一種癢健康 然後我的脖子 我的頸椎 我也常常在這邊很痠痛 我吹了呼我就痛 那這樣子 吃藥其實也都只是 就是暫時沒有緩解 那在這個長生決定之後 我一直在調整戰 還是疫情期間也都跟著那個 魏老師 林老師這樣子做靜坐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過來越來越不痛 我在靜坐的當中 其實剛開始我會 這裡痛一下 那裡痛一下 現在我都不痛了 很少痛 就算痛他也不會說 痛得很很激烈 就是稍微痛一下就好了 那還有就是說 平常的話 我比較 我會假日的話 我會去山上走走 會去爬山啊 那山上就會有一些昆蟲啊 什麼斧頭蜂啊之類的 那有一次就被那個麻鳳啊咬 然後他咬你的話 他會吸你的血 然後你回家 你那個山口你會痛 然後山口會潰蠟 然後會紅腫 然後起癢無比 那以前的話 以前被咬可能要半個月 一個月才會好 然後你會常常去抓 抓了以後 你那個山口就會更嚴重 那自從學了唐真學以後 我就會自己 他一咬我就調 一咬我就調 調了就不咬 這樣子 而且他現在的話 像我三次被咬的時候 欸我五六天就好了 然後我 然後我 有一次去何彎山下山以後 我的朋友被虎頭蜂叮 叮到肩膀 在車上他就一直 他就說很痛 然後我就看他那個山口 就是很腫 就已經腫起來很紅 那那一種痛 台語說的就是 微微症啦 然後又是架子 在那一種不封那個地方 好像要找診所啦 醫院好像很不容易 然後大家團會又是天氣 天氣愛的要回家了 所以我在車上就幫他調調調 調了四五十分鐘 然後他說 他就不痛了 我看他那個 本來腫的那個地方 也比較不腫的欸 他就 他就消了 他還是紅的 但是他那個腫 他那個範圍變小 然後就 這樣子我們就不用說 還要急著去醫院 謝謝 昨天我問他 說你那個山口怎麼樣 他就說 我需要我再去看醫生 因為他跟我距離還蠻遠的 所以我也沒有再幫他調 他還沒有說要過來幫我 讓我調調 然後他就說 他要去看醫生了 那我們在7月的時候 疫情其實還很嚴峻 那我7月20號去打AG AG 對別人來講也許沒什麼 但是對我來講 真的 我第二天 我第二天去找 我花燒 我花燒 而且不是只有花燒 我心臟跳很快 我平常的話 我的心跳差不多在六十幾下 但是打了AG第二天 我跳了九十幾下 我就會在過海 你的心機是在 而且他跳得蠻用力的 那我在想說 我就看他打AG 那個不是有一張 你要注意的那個事項嗎 他說心跳加速要去回診 那個時候去醫院 誰不太喜歡去醫院 那個時候真的 你說要去醫院 還要考慮 就是想說 去的話他也許會講說 你心跳沒有超過一百 也是要觀察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趕快用長生血調 我就用7號跟4號 我就一邊調7號一邊調 我在那邊是調了右腳 反正我就手痠 我可能休息一下 然後就會調 然後整天 然後他的花燒 然後還是一直在持續 從30幾度一直收到39度 那我也是 但是我還是對我自己 很有信心 除了喝水以外 我就是調 然後到了傍晚 他沒有再更嚴重 他也沒有說 39以後還要衝上去 還是說90幾下 會升到一百多小朋友 他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好 我就是調 我連晚上我就調 但是隔天以後 症狀都消失了 所以說在疫情期間的話 如果我們自己覺得哪裡不舒服 我們就調哪裡 哇 那真的太好用了 現在如果說在疫情期間 大家有一個自己可以還做的事情 而且還可以幫助你的周圍的朋友 還是說你的親人 那真的是太好了 好像自己就準備了一個 那個什麼醫生在家裡一樣 那不是真的是太美了嗎 謝謝 還有長生姐 我覺得最那個就是靜坐 靜坐跟調整 那平常我們去調整 那如果說在家裡 那我們就是自己有空 我們就調 像我以前 你說靜坐 我根本就坐不住啊 而且坐下去 我一直在看時間 我坐幾分鐘的 根本就坐不住 然後我還會腰痠 後來我就想 而且你的腦袋會 會思緒 會分飛啊 然後那個電頭很多 那你說放相啊 要放空啊 講得好容易啊 那真的是多容易 那我想說 那不能放相 那割下 那就先割一下 把你的思緒拉回來 拉回來 拉回到你自身的身體 自己的這個生命體這邊過 去注意你自己的內在 然後你就 還真的可以 因為 因為我在想說 欸 我沒有畫靜坐的時候 我會不會去看 長生學的書跟影片 那我就想到 欸 魏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他說 靜坐的時候 要怎麼樣 要 控制自己 要管理自己 所以真的 把那個資訊 拉回來 就 專注在你自己的這個身上 結果你就會 我發現我是可以 去體會那一份靈境 然後我就覺得 欸 你的思路也比較清晰了 你對你遇到的事情 你要怎麼處理 欸 我靈光一現 欸 你想到一個 比較好的方法 哇 那我自己就很開心 我就想說 好像變聰明了 你平常這樣子的 對於日常生活的 紛紛牢牢 我真的是會影響你的 判斷力 但是如果你靜下來 而且老師說 欸 你坐靜坐要坐到 舒服了 還是 其實你靜下來 你就真的 會覺得舒服了 後來有一 後來我會發現 坐了超過一個小時以後 你根本就不想停 而且喔 又慢慢的發現 欸 我靜坐 我 既然發現我是笑的 以前絕對是沒有 以前就是這個 這一種點 現在靜坐以後 既然是 在靜坐的當中 我是笑的 有一天我還發現 我的嘴角是上癢的 我的心情是很愉悅的 哇 這我是挖到飽的 我會 很感恩 我有這個 接觸這個唐僧學的這一種 善音點 我覺得我很有福報 我也覺得我很有福氣 所以 其實都是 我可以跟大家 我希望可以跟大家 一起努力 好好的努力 而且我一定會持續下去 因為我知道所有在好的 知識在好的 都 你就一定要去做 而且要持之遺痕 才會有效 所以 要努力 要學習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